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好 終於結束了 那2023年有沒有機會 比2022年還要來得好 到底這個盤 未來的走勢 我們要怎麼去做研判 好 待會節目 我們慢慢一一跟大家做解說 那今天是2022年的 最後一個交易日 台北股市是跳空上漲 漲個百點左右了 可是你會發現到 台北股市就算跳空上漲 現在還是橫在這裡 對不對 那當然因為最近外資休假了 所以量縮的背景之下 這地方你說要走攻擊 目前還看不到 但是重點應該是放在 下個禮拜就是新的一年 那元月份到底有沒有機會 那到底關鍵點到底在哪裡 好 各位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 因為你會發現到 今年的行情真的都很爛 其實這都跟國際盤有關 跟國際金融市有關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 你的操作或者你在看這個盤 你還是要帶點國際觀 否則的話 盤勢的漲跌你都很難看得懂 你想想看 今年上半年一直跌 一堆老師每天都叫你買 結果都看不懂盤 那當然今天台北股市 漲了起來之後 指數空間不大 而且又量縮 那12月份經過修正之後 到底1月份有沒有機會跌升盤 好 我們來仔細看 關鍵點在哪裡 其實這一年以來 全球股市都還是受到通膨影響 所以你要去看這個盤 到底2023年會不會比2022年好 那當然你要去看 你通膨到底有沒有減緩 如果說你通膨都一直都降不下來 我跟你講你講什麼都沒有用 對不對 好 所以1月份到底有沒有機會 我們來仔細看一下 其實這幾天我們都來談這個議題 我們1月17號這一天我們就要封關了 對不對 所以等到下個禮拜回來就是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經過差不多 頂多差不多2個禮拜左右的交易日時間 台股就要封關了 可是呢 美股在1月份的走勢 到底有沒有機會跌升盤 關鍵在哪裡 我最近跟他講1月12號 他即將要公佈CPI 那個很重要 通膨到底有沒有機會再持續的減緩 如果說能夠持續減緩 2023年的行情 他不會比 他應該這麼說 因為比2022年還要好做 那到底怎麼看 我們來看 其實這禮拜我們就跟他講 這禮拜的關鍵在哪裡 有沒有圓越行情 你要去看禮拜四 禮拜四到底有沒有買盤開始去介入 如果說連買盤都不願意進去 我老實講你下個禮拜 你說這個盤要上漲 可能還要再看 可是台北股市昨天就流出下影線 對不對 昨天流下影線 今天又漲起來 現在指數就是維持區間 那可見的呢 有一些買盤呢 他開始有一些些 去做卡位的一個動作在 但重點是 元月份有沒有行情 為什麼我跟他講 昨天禮拜四啊 就應該有跡象 您在哪裡 好我們來看 因為我之前有跟他講 禮拜四的時候呢 美國會公佈一個未決房屋銷售 好 那這個數字呢 它是屬於美國房市裡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領先指標啦 那答案出來了嘛 市場原本預期說啊 這個未決的房屋銷售啊 預測說他只有降0.8% 結果呢 公佈出來之後呢 大降4% 有沒有 好 所以呢可見的說啊 很多人去看房子 可能已經簽了約了 簽了約之後呢 他整個手續沒有完成 為什麼 因為你利率一直提高嘛 對不對 可能有些人會想 哇利率一直高 我可能買不下去 可能會有負擔 或者是呢可能認為說 未來的房價應該還會再跌 所以呢造成什麼 未決的房屋銷售 它的公佈值啊 反而比預期的多很多出來 本來負的0.8% 變成負4% 好 如果我們再看啦 最近你都會發現到 在美國裡面有關房市的一些 數據都不是很好 美國房市買氣冷嘛 11月城屋的銷售呢 創史上最長連降紀錄 對不對 前兩天也跟大家講過啦 美國20大的都會區的房價 年增率啊 創2020年以來的新低 好 那這些訊息代表什麼意思 好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喔 我們剛剛說嘛 如果通膨都沒有降 你2023年你說股市到底有沒有機會 通膨沒降都不用講什麼啦 那到底通膨有沒有機會降下來 你注意看喔 美國的CBI 已經連續這幾個月啊 都出現下降了 但是呢 核心CPI呢 它是跟房市有關嘛 核心CPI扣掉食物跟能源嘛 對不對 那尤其呢 房屋的支出啊 它是站對大眾 那你現在看到很多 美國的房市的價格都已經下來了 不管新屋的銷售率 或者是呢 味覺的房屋銷售 全部都下來了 這代表什麼 核心CPI它會降 核心CPI會降喔 好 核心CPI會降喔 好 我們在看1月份有沒有機會 跟1月份要公佈的CPI有關 但是1月份的CPI它能夠告訴我們什麼答案 你注意看啊 黃色這條是CPI指數 你會發現到黃色這條CPI指數已經連續差不多 有差不多有4個月左右都是持續下降 到現在為止CPI指數是創今年以來的新低喔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大家為什麼說 TOMBO沒有降下來 是因為 兩個月之前的核心CPI還在創新高喔 結果呢 最近這幾個月啊 開始慢慢降下來 可是你注意看喔 CPI的指數呢 它已經創今年新低 那現在就是核心CPI啊 有沒有機會創今年新低 上個月是5.96了 然後呢 今年前面最低的時候是在5.91 差不多在六七月份左右 朋友們我們看喔 如果以最近的房市下降來看 我預計啦 1月份的CPI繼續降 而且核心CPI繼續降 而且 它還會再創 今年以來的新低 甚至於如果說幅度稍微大一點的話 還有機會 比去年12月份的低點 還有機會去挑戰這個低點 所以呢 現在如果說我們從通膨的角度裡面來看 有沒有機會降溫 有啊 是有機會的啊 因為整個房市全部降下來了 那如果說當整個房市降下來之後 接下來 聯準會的操作喔 你注意看喔 我們剛剛說嘛 這關係到什麼東西 聯準會會不會繼續在鷹派嗎 如果他一直鷹派 一路鷹到底的話 我跟你講你2023年怎麼做 那 聯準會會鷹派還是割派 全部跟通膨有關嘛 所以我們剛剛說啦 1月12號這一天要公佈CPI嘛 我預計啦 CPI持續在創今年新低啦 核心CPI也是在創今年新低嘛 好 當這個CPI降下來 有利於美國股市反彈啊 而且當整個CPI指數降下來 那接下來會影響到什麼 2月1號這一天啊 是聯準會的會議 2023年聯準會總共有80會議 2月1號是第一次嘛 我們公公看上半年就好了 2月1號第一次嘛 3月22號 再來是5月3號 再來是6月14號 好我們不用看那麼長啦 好我們就先看這兩個月 那你在2月1號聯準會的升息 我跟大家說啊 最多就一碼而已啦 因為你如果通膨都降下來 有些聯準會的官員 可能開始慢慢有一些 遊歌轉音的言論已經開始出來 現在最擔心就是說啊 你未來你的基準利率 提高到一定的水準 現在比較擔心說啊 你會不會一次升涼嘛 那如果說你CPI降下來 你2月1號 頂多就只升一碼而已 對不對 好所以如果說 以這種常理來看 美股在整個未來的走勢 我們就先看未來這一兩個月 CPI降下來之後 2月1號 聯準會升息大概只有一碼 所以我預計啊 美股的跌升反彈 應該有機會延續到2月上旬左右 那個意思啊 因為當整個CPI下降創新低 核心CPI也創新低 慢慢的割派言論一出來之後 聯準會不可能說 你2月1號一次給人家升涼嘛 升一碼就好 對市場的衝擊就不會那麼大 好當聯準會有出現這樣的動作的話 各位接下來會影響到什麼 10月中的時候我們就跟他講 年底前要走第二次反彈波嘛 結果台北股市呢 從10月中之後呢 見低點先漲個2500點嘛 那12月份呢是稍微修正嘛 修正到現在為止 我們現在抓的是1月份有沒有機會跌升坦 好那各位 當時我們跟他講啊 第二次的反彈波的重點 一個在公債一個在美元嘛 那剛剛我們就說了 你聯準會不可能說這個地方 2月份在升涼嘛 所以你說你公債殖利率要大漲 我覺得機率不大啦 最近因為可能是稍微量縮 稍微有一點點波動啊 稍微小漲一點點 可是你發現到啊 公債殖利率最近啊 好像沒有讓我們看到繼續跌啊 稍微有小反彈對不對 可是你注意看美元喔 你看喔 美元都沒有漲 有沒有 到今天為止 美元在103.9啊 他前提在103.4啊 那投資朋友你去試想一下 如果說當聯準會這個地方啊 因為通膨下降 開始有一些鴿派言論 就像我們說呢 2月1號升息的時候 他不會再升涼嘛 那我問你喔 美元要怎麼大漲 是不是 搞不好美元啊 這地方啊還有機會 我是認為啦 破前提機率很大了 所以呢 當美元還有機會 再破前提 再創低點的時候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全球股市跌升反彈的走勢 在1月份 你一定會看得到 為什麼我說你一定看得到 因為你從整個 最近外資休假的布局裡面來看 你就可以發現到啊 我這幾天有跟大家說喔 這個盤喔 當然啦 市場上多空看法都蠻分齊啊 當然有的時候忽展忽跌 大家都忽多忽空啊 可是我說 到底外資最近休假 他到底是做多還做空 我們仔細看嘛 2月中的時候 外資的期貨多單啊 只有5572口 2月中在這裡喔 那時候在這個地方喔 對不對 然後呢 指數在拉回的過程裡面 你再仔細看啊 期貨結算完之後呢 外資的期貨多單啊 從5000多口來到15294口 這個口數是創 今年以來的新高耶 那當然最近外資休假啊 結果呢 你會發現到喔 我們就拿昨天的來看 外資期貨的多單呢 是14182口 沒有大減啊 是不是 而且現在14182口 離前面那個高點 15294口 差多少 你頂多1000口左右而已啊 而且現在外資啊 從這個地方啊 你看喔 從這個地方跌下來的時候呢 外資期貨多單一直增加 到現在為止呢 外資期貨的倉位呢 可以說全部幾乎都是套了 但是你去試想嘛 元月份回來之後 外資是砍呢 還是 外資是殺低呢 還是說有機會在拉 你去看美元就知道了 那美元也沒有 沒有讓你看到大漲啊 而且美元還有機會 再創新低啊 所以外資沒有必要 把這個資金去做匯出嘛 是不是 所以咧 你說元月份有沒有機會 從CPI的走勢來看 我預計CPI是繼續創今年新低 核心CPI也是要創今年新低 當核心CPI在創新低 美元不可能大漲 美元還有創新低 創新低的機會 那美元在創新低的話 你就會發現啊 外資期貨多單套牢嘛 所以元月份呢 我預計啊 外資會做拉抬 懂我意思啊 好所以呢 你問我說啊 老師這種盤啊又沒有亮 然後呢 指數呢 看起來也不是很漂亮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做 我就跟他講啊 很多東西 你要把它綜合拿出來看 我說嘛 你從國際金融的角度裡面 去邏輯慢慢推延 股市漲跌都有理論依據的 當然你現在可能在講 真的嗎 元月份有沒有機會 沒關係你慢慢等 等到有機會的時候 你在看你要不要進去啊 可是問題是你會出資很多低點 所以我說最近這種盤 你會讓你發現到 指數表現好像不漂亮 但是我就跟他講啊 怎麼做 有低點又買一點啊 什麼叫有低點買一點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就跟他講嘛 昨天禮拜四嘛 昨天我們在8點39分的時候 我們今天從指數來看 那時候我就預掛13955 上下5點買進多單嘛 有沒有 這一定買得到了 好都穿價買到嘛 昨天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說到尾盤的時候 你看我說 你看從低檔買 然後指數已經漲了 差不多已經有100點的空間了 是不是 結果呢 你再仔細看 昨天我們在13955買進的多單啊 昨天在尾盤的時候 他已經在拉了嘛 是不是 在尾盤的時候都已經拉起來了 差不多100點的空間 但是呢 到尾盤的時候呢 我多單流倉啊 然後呢 我在預掛 夜盤的時候 預掛1415上下5點獲利出金 這都穿價了啊 是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光是這一筆單啊 200點 有沒有很清楚 我會不會去拗你的點 有做到就有做到 沒做到就沒做到啦 所以咧 昨天我們進場買進的多單 到夜盤我們就賺200點 好 不只這樣子喔 我們再仔細看喔 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14125 這地方低點去買進多單嘛 連續兩天 我留倉 留倉 對不對 好 到了禮拜二的時候呢 一開盤 我們那時候掛多少 14375嘛 都成交啦 有沒有發現 這一筆單就賺了250點 剛剛賺200點嘛 昨天應該都好 昨天晚上賺200點嘛 禮拜二的時候呢 賺250點 禮拜三的時候 我們有賺一筆什麼 55點嘛 好不容易 這樣加它起來多少 你看喔 光是這一個禮拜 你說啊 老師這個指數好像很爛很爛 對啦 指數沒什麼動 因為量縮啊 可是光期貨的部位 我們這一個禮拜 就賺500點 真的啊 這個55點嘛 這個250點嘛 然後咧 昨天的時候呢 我們又賺200點嘛 是不是 這樣加加起來多少 500點啊 500點才有什麼意思 欸 同學我都用一口來算啊 這裡一個禮拜 我沒有失誤啦 我們是穩穩蕩蕩的做啦 光是這樣的操作 你一口單就抓到10萬塊了 那你是做幾口 我不知道啊 但問題是 你這樣穩穩蕩蕩做 你覺得好不好 好所以這在指數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到 我們穩穩蕩蕩的做 我們穩穩蕩蕩的做 該長該短 我們都會很清楚的告訴你 對不對 一個禮拜已經500點了 好 這是指數的部分 當然個股的部分 大家會想 現在個股怎麼做 好 其實在整個12月份 我們這幾天就講 12月份的操作裡面 個股真的滿討厭的 為什麼 它沒有主流 很多人都跟你講說 你看沒有主流啊 市場量又縮啊 所以你要做小股票 可是我最近跟他講嘛 小股票你怎麼做 你注意看嘛 漲生計的時候你去追 追完之後就跌下來 有沒有 像這類型的個股很多 你看喔 這些生計股就這樣 漲漲又跌跌 漲漲又跌跌 我問你啊 你這樣要怎麼做 漲的時候你去追 結果你馬上套了 有沒有 你注意看嘛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等到漲上來的時候 你去進場 結果到現在為止 你看啊 都沒有破綻性 你注意看 這生計的部分 是不是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對不對 除了生計之外 偶爾輪動一下在哪裡 比方說像鋼鐵 你看嘛 鋼鐵股也是一樣 看到漲的時候 你都說你有 結果到現在為止 怎麼還會有 沒有人再敢講 漲的時候大家都說 哇 鋼鐵很好 結果到現在為止 你看 而且這也是漲漲跌跌啊 有沒有 你看這些股票也是一樣嘛 漲的時候你去追 到現在為止呢 它根本沒上去啊 好啦 鋼鐵不行嘛 生計也是這樣 鋼鐵也這樣 我說航運好了啦 你看嘛 航運也很多人講啊 航運很好啊 漲的時候都說很好啊 結果到現在咧 有沒有上去 也沒有啊 有沒有讓你看到上去 也沒有嘛 對不對 好 前兩天的時候呢 漲一下 因為可能政府可能要發錢啊 因為稅太多了嘛 然後又想說 哇 那這樣子的話 觀光類股有機會啊 那你現在回頭來看嘛 這什麼觀光類股有沒有機會 漲的時候呢 一堆人都跟你講有 現在又跌下來了 你看啊 漲的時候都說有 現在又跌下來 有沒有 我問你啊 這可不可以追 你看最近的盤就這樣 個股就很討厭啊 沒有主流啊 一下航運一下鋼鐵 一下觀光一下又生氣 可是呢都是偏短線啊 忽長忽跌忽長忽跌啊 我們也不要說非電子類股啦 電子類股其實也差不多了 B機漲上來的時候 大家也都說哇很不錯啊 結果到現在你看 又會拉回嘛對不對 好 那現在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做 我說句實話啦 今天是2022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你也不用急在這一時啊 今天這種盤也不可能讓你看到大 因為量還在說嘛 個股要攻擊的機會不到 但是我們剛好跟大家講嘛 因為你整個CPI的指數呢 我預計 1月份去公佈12月份的時候 它會再創一年新低 核心CPI也會再創一年新低 所以呢接下來呢 美元再破底的機率很大 對不對 那所以外資它不可能去放空嘛 所以呢在指數的部分我說 因為指數現在外資是套牢的 所以等到它放假回來之後 你說它去殺低不可能 它反而再開始加碼再去拉抬 那個機率很大 所以你說台北股市 你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有元月行情 我這麼說你拉小股票 不會有元月行情 到現在為止啊 你看那些小股票啊 你一買就套一買就套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老師都是這樣啊 長什麼它都有 結果講到說也不敢講 對吧 可是呢我剛好跟各位提示過 以美股目前針對通膨來看 12號公佈CPI嘛 那你2月1號呢 原準會會議嘛 這地方預計申請議碼機率比較大 所以呢 當美股放完元旦假回來之後 這個地方到這裡 到整個2月上旬這一段 我預計通膨減緩的情況之下 應該都是偏長式 所以美股有機會呢 跌聲反彈 但是如果你台北股市要去接近 跟美股去做接軌的話 你不可能再漲小股票啊 如果你一直漲小股票 指數都不會動喔 到時候指數就會一直跟你耗喔 對不對 如果耗到農曆年完之後 我跟你講那就是做頭 所以呢 台北股市要有原業行情 它應該要漲什麼 漲有權值的股票 還有呢 要漲一些電子類股 台北股市才上得去 所以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嘛 台積電最近打到季線之後呢 已經開始慢慢有點反彈 然後等外資回來它空間會比較大 那聯電的走勢也是一樣 那當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它沒有結束 你元月份你也跌不下來啊 那如果說當整個半導體的個股 都有機會在動 那我要提醒各位喔 接下來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喔 比較低階的一些 IC設計的個股 因為很多個股 目前股價都在低檔嘛 而且本應比也比較低嘛 到現在為止你看喔 有些個股到現在為止喔 都是開始慢慢從低檔 你看喔慢慢都從低檔開始在動喔 有沒有 很多那種IC設計的個股 這兩天都跌不太下去喔 所以呢 元月份的行情一定有 但是呢 如果漲小股票那就沒有了 到二月份要注意它會不會做頭 但如果元月份 要漲什麼好像你都要 聽到一堆老師 每天要拿一些漲的股票來跟你講 我跟你講你賺不到錢啊 都在做追高啦 好不好 所以呢 想要在2023年 有一個穩當性的操作 我建議各位 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年度會員 一年一度最大優惠 就是這個時刻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問喔 你聽到這個數字不滿意 你就把電話掛掉沒關係 但是你要在2023年 穩穩當當的賺 歡迎你來電諮詢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aves 2.專者服務 依您的資金量身定作 3.專業分析 前一整年 入匯專線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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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大頭顧蕭老師 年度會員 一年一度最大優惠 一 避遭就會員續約 物超所值 二 專人服務 依您的資金量身訂做 三 專業分析 轉一整年 入會專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真心照顧 兩線車道讓多線車道先行 車道數相同 轉彎車讓執行車先行 兩邊都執行 左方車讓右方車就對了 好 今天是 2022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現在市場在看的就是 到底2023年的1月份有沒有機會 剛剛我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預計了2023年 到時候公佈的CBI指數 它會再創今年新低 核心CBI指數也會再創 今年的新低 所以美元還會再創波段低點 所以當外資回來之後 現在的外資期貨倉會 全部是套牢的 所以外資它會出現拉台 那它會拉什麼 它不可能拉小股票 所以2023年的1月 有員業行情 但是會集中在哪裡 偏向一些 比較偏全職的 或者是偏低檔的一些電子類股 尤其是IC設計 好不好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方向 那最近我們的指數 這一個禮拜 昨天賺200點 前兩天賺250點 然後又賺55點 我們總共賺500點 OK 不管期貨或股票 2023年我都穩穩當當的 帶你去操作 那你認同我們這個操作方式的 年度會員一年一度 最大優惠就在這個時刻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你可以來電詢問 如果這數字你不滿意 你就掛電話 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年一月份 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現在上YouTube 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現在就掃QR Code 訂閱運通財經台頻道 讓您不再錯失任何精彩節目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達投顧 蕭老師年度會員 一年一度最大優惠 一 比照救會員續約 物超所值 二 專人服務 一年的資金量身訂做 三 專業分析 賺一整年 入會專線 02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 27810909 27810909 中路寺北修 Ready Go